赵丽颖和王一博两个人太美了 亲密拥抱让人心最痴迷 真让人羡慕 赵丽颖和王一博二位真是太美了 他们俩的美貌简直让人心最神迷 如此亲密的拥抱显示出深厚的感情 不仅青春焕发 还有着恶魔多姿的气质 仿佛吻着秀丽的月亮 皎洁而宛如一人 真希望这两个人能携手共度 那将是天作之河 那一天 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 在森林里洒在赵丽颖的身上 他正在森林中拍摄一部古装剧 突然 一个年轻男子闪现在镜头前 那人便是王一博 一位同样努力拼搏在娱乐圈的新生代演员 一眼望去 赵丽颖感受到了他那与众不同的气质和自信 王一博对赵丽颖也是瞬间心动 他的美貌 才华和热情深深地吸引着他 在拍摄的过程中 赵丽颖和王一博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 他们一同探讨剧本 共同投入拍摄工作 一起享用美食 甚至一同度过熬夜加班的时光 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亲密无间 他们相互鼓励 支持 甚至在对方遭受不公待遇时 义无反顾地站在对方身旁 渐渐地 他们发现自己对彼此产生了特殊的情感 赵丽颖渐渐发觉自己对与王一博相处愈发钟情 他的才华 努力和真诚让他心潮难平 而王一博也逐渐发现自己对赵丽颖产生了深深的感情 他的美丽 善良和勇敢使他情不自禁 两人开始互相试探 以各种方式含蓄地表达彼此的情意 这段感情让他们既兴奋又纠结 终于 拍摄工作告一段落了 而此刻赵丽颖和王一博终于有了敞开心扉的机会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 他们相约在一家幽静的小餐厅共进晚餐 烛光下 他们深情地注视着彼此 然后其声道出 我对你有好感 彼此的表白让他们感到惊喜万分 同时也充满了欣喜之情 赵丽颖和王一博深刻认识到彼此天生的默契 他们相遇之初便发现彼此拥有着相同的追求和理想 以及相似的性格和爱好 他们的爱情一充营着甜蜜与浪漫 共同分享着拍戏 旅行 以及人生中每一个珍贵顺间的经历 尽管如此 爱情的带路并不平坦无阻 赵丽颖和王一博也面临着各种考验 他们的事业决定了他们不能经常相聚 繁忙的工作也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挑战 然而 他们凭借真挚的爱情和坚定的决心 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困难 终于 赵丽颖和王一博迎来了他们 期盼已久的第二次合作 这次他们合作的是一部现代多事情感剧 角色之间的感情纠葛错综复杂 再次展现出了他们备受大众认可和赞赏的演技 而更加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的感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赵丽颖和王一博在拍摄结束后 开始了对未来的规划 尽管他们不能经常在一起 但他们都深信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他们期待着再度合作 期盼每一个未来的日子 他们的爱情故事与职业生涯一样 充满挑战与机遇 而他们也将继续为了梦想和爱情而不懈努力 赵丽颖与王一博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界里 展现了一段令人向往的爱情故事 仿佛一股清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